POW BI 这个资料更新 它因为不断的它会有出最新的版本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样取得更新或者是最新的资料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打开POW BI 打开POW BI之后 稍微等一下 这个POW BI目前我使用的是desktop 这个画面我们一直都是把它关掉 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这里面就是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各位应该都知道 当做是它这里面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取得资料 甚至它会把最近我们使用过 就是最近做资料分析的位置 刊登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开启其他的POW BI的报表 那除了这个开启档案 或者是建立分析的第一部 在这个地方它有新增功能 新增功能 只要你仔细看一下 在这里面至少你大概先知道 量身打造行动阅读器的报表 量身打造 各位刚刚您是不是会自己去制作那个行动 就是POW BI的Mobile版 怎么样去做一个配置 这应该还蛮简单的 怎么样量身打造 再来这边有一个叫做论坛 论坛你可以加进去之后 申布时去关注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最新的技术 它都会放在这边 还有POW BI的部落格 就是有很多外国人他会去写一些文章 然后放在这个部落格里面 就是有最新的销售或者是资源 再来他有很多的一个教学 例如说Facebook的分析 有看到 就是很多老师他可能就是教这个部分内容 就是他可以去分析一些销售的资料 或者是Facebook的资料 或者是汇入网页中的资料之类的 尤其是我看到最多美国人他们分析的就是说 例如说自己的脸书 因为你一定知道自己的脸书帐号密码 然后就来分析说 按赞最多的文章是哪一篇 先找出来 因为脸书不就是去把自己现在的一些情形 就是现在的社交的一些情形 或自己的状况发布给朋友看到 然后看到之后怎么样产生互动 这是变成最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按赞的人数 当然还有时候可能会有留言数的一个比较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脸书的分析 这好像是蛮多人在做的一件事 至少是不是拿到自己的资料 好那重点我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怎么样去做更新这件事 因为在这里面 他大概一个月他就会有一次的更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不是提供最新的版本了 这边有一个 已有更新可供使用 按一下即可下载 有看到这个画面吗 好甚至我们把它关掉 这个地方他都还是存在 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要不要使用最新版 那我们就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其实这个Power BI到时候要记得关掉 在这个地方他是到这个Power BI 部落格 然后接下来 那这边就是说 那这边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月份 是6月 那个release 就是一个发布 有一个 一些 针对 针对 那个新的报告的特色 一个 完整的一个 就是修改 所以在这边稍微注意一下 那要不要去下载这个Power BI 当然我们就点一下咯 点一下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载 其实在这个地方 点这个下载 它是不是又出现了 我们就 因为它现在是打开什么 IE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储存起来 储存 这样可以了解 或者是有些人他就直接点执行 我是因为已经都下载好了 所以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直接去我的下载里面去做执行 但是我想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 如何把自己的画面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那我想最容易的做法就是点选这个执行 记得这个软体要先关掉 关掉再点这个执行 好应该很快 应该很快 那这个画面我们就不用再重新注射咯 好 这边它说它要开始安装 所以下一步我接受 下一步 下一步 安装 很快它就安装好了 好 所以我觉得说 当你看到右下角有最新版本的更新提醒的时候 麻烦就请你点一下 你这样就可以使用最新的版本了 那最新版本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那就去看那个部落格了 对不对 好我等一下我讲一个最新最简单的改变了 好 来请你们先动手 先更新一下 使用最新版本的POWER BI 对不起 对不起 当你做完更新之后 这边就不会再出现了 代表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最新版本了 就可以关掉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一下 请就先点右下角那个更新 然后去执行 然后去执行